字幕作者 李宗盛 課堂爹在做什麼? 不能喝東西了 你現在穿著這樣 都不像學生啊? 進來吧 進來啊 進來啊 進來吧 快點吧 再快點 坐下來 你現在叫甚麼名字? 彭詠儀 多少歲? 二十幾 你來這裡做甚麼? 尋找童年回憶 尋找童年回憶,荒謬 這樣也不行 當然不行,說一句 其實我來尋找一個 展翅、清見、超新星的學員 她叫Dicky 聽說很英俊、很公子 有這種事? 那就是我 Dicky,可否介紹一下你現在的工作 究童年做甚麼? 我現在是幫助訓導老師和輔導老師的支援工作 這份工作其實是很具挑戰性的 要麼我會幫忙留行班 要麼就要幫忙講座 要麼就要幫忙外面帶活動 為何突然間又會演變成為 我們的展翅、清見、超新星的學員之一? 其實我是這間學校的舊身 我當時成績不太理想 還有成績都比較差 我主動去找我的母校的老師幫助 學校就給了我機會 成為了展翅、清見、計劃的 藝術總指、技術支援助理 這件事就是以前老師教你最深刻的事 到現在你成為一個訓婦助理的時候 你又如何去教導這些學生? 我有試過被這班學生弄鬼 拿汽水噴向我臉 不過我自己知道 去懲罰一個學生 不需要用到惡這個字 只要用包容的心 只要用關懷他們的心 你都可以做得到 聽完Dicky仔你這樣說 我都不太相信 不如聽聽你的老師李Sir說 你是否真是一個這麼乖 轉變了這麼多的人 她那時候太醜了 又不太懂得跟別人溝通 處事也不是那麼成熟 她最大的轉變是 這兩年跟別人溝通 和處事成熟了 願意慢慢想想 分析一件事情 我覺得Dicky很大程度上 都達到了我們的要求 我們其他同事也對她的評價都相當高 年輕人最重要的是 多點了解一下別人 多點包容 打好基礎 循序漸進 一步一步 不要這麼急攻近你 老師或者我 都對這個學員的工作相當滿意 我相信她在這份工作裡 都得到很多成功感 阿Sir 兩罐你了 記住下次別這麼頑皮 知道嗎 知道 是否你掉了 是呀 我找了很久了 這是我的夢想地圖之一 包容 咱們 我來 有不知 我來 有不知 兒子 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